初为人母 潘杨却一刻也不得闲 如今儿子小石头已经半岁 潘杨纠结数日终于还是决定出山上节目了 然而产人后 付出的妈妈总是自信不够 左看右看 潘杨对自己的身材还是不满意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胖的 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我大概有一个月没吃晚饭了吧 然后再配合上一点运动 其实作为一个新二代 父亲潘长江在演艺圈的名气 其实带给潘杨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如今为了能在节目中有精彩表现 潘杨不仅在造型设计上颇费苦心 身材上更是拼命的努力 主要是吃的东西 早餐可以吃 午餐可以吃 但是晚餐尽量只吃一些青菜 少吃主食 一定要配个运动 然后可能在院子里跑一跑走一走 然后跳绳上 然后出汗 出好多汗 除了管住嘴 迈开腿 潘杨更是分享了她的独门小妙招 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妹子们 可以跟着网上的健身视频 一样可以达到期待中的效果 我跟着网上的有一些课程 一些课程特别好 但是很累 比如是40分钟的课程 我可能做到15分钟就已经坚持不了了 如此的努力相信观众都有目共睹 其实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 比身材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温馨甜蜜的家 回想起当时的结婚场景 爸爸潘长江对女婿的一番忠告 看似幽默 却包含了对女儿的疼爱和不舍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我打你的时候你不要动手 如今潘杨和丈夫有了爱的结晶 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 升级为老爷的潘长江 面对自己的小外孙更是爱不释手 有了老爷潘长江的悉心照料 潘阳是时候重整河山再出江湖了 可能我们两个是一个类型的 应该是属于那种圆身子吧 就可能要瘦到很瘦了 才会让人觉得你瘦了 还有一个可能脸上的肉肉比较多 就是婴儿肥 婴儿肥不说长大就没了吗 我怎么觉得我还有啊 新一乐再见 杭州独家采访不到